祖母 慢点 你看你跪了一宿了 这膝盖痛不痛啊 我膝盖还好 就是胳膊给睡麻了 祖母 我可聪明着呢 我是在那铺团上面睡觉了 就你机灵 祖母 她 她无过受罚 还唠唠说是跪了一宿 要不就算了吧 起来吧 那你也该回了 多谢老夫人 多谢祖母 走 祖母 那个 和我一起罚柜的是谁啊 他是你三哥 罗胜元 三哥 多谢老夫人 祖母 没事 祖母 他也是父亲的孩子 可是为何父亲会对他如此冷漠呢 这些事啊 这么多年来 是压在你父亲心里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啊 当年 这罗胜元的生母不过是院外负责到夜乡的一个丫鬟 一日 一日趁你父亲醉酒就买通了身边的小丝 然后就有了你三哥 那他为何不叫您祖母啊 你父亲对这个丫鬟百般的厌弃 连他生出的孩子 看都不看一眼 要不是我当年丽宝 你父亲早就把他扔到别的庄子去了 为了罗父的颜面 就让他认了你父亲 但不入祖母也就不必叫我祖母了 况且这孩子从小就不争不抢的 人家就算欺负他 他也不肯生 反而是让我觉得这孩子心里好像藏着些什么 我这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也就是俗话说的那种缘分浅吧 祖母 这是哪里呀 你看 那海棠花 这是你母亲生前啊 最喜欢的花了 再看这儿 海棠院的名字 就是从这儿来的 一鸣啊 你现在已经是婷婷玉丽的大姑娘了 聪明 善良 这次祖母把你叫回来 就是为了罗蒋两家的亲事 祖母 我明白您的意思 只是我都已经看出来了 这蒋大夫人并不满意我们罗家 而且我还不着急出嫁呢 说什么孩子气的话呢 女子的归宿终究是要细在郎君身上的 宁儿啊 宁儿啊 你看看祖母现在 白发苍苍 老太隆中 说不定哪天啊 阿姨 她蹬一下就这么 阿姨 祖母 你说 祖母没了 谁会为你筹谋呢 谁会为你找一个比蒋家更好的亲事呀 呸呸呸 祖母就爱说胡话 祖母 爷您知道 祖母是为了我好 只是这女子除了出嫁 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呢 我还想像祖父那样 游山 玩水 还可以花时间多陪陪祖母呀 你的脾气秉性啊 很像你的祖父 但是祖母也想啊 想着你多陪我几年 咱们这次回来 别回别院去了啊 只当是陪着祖母嘛 祖母啊 就算我不住在罗府 也可以陪着您啊 祖母也可以去别院看我呀 我也可以回来看祖母呀 对吧 我知道 你是厌弃了这里 所以你在别院住了那么多年 都不肯回来 那些年你还小 我担心乔小娘把你教坏了 我万般无奈 才把你安排到别院去住 祖母 祖母真的想 真的想让你回来 祖母 祖母 你这是怎么了 老夫人 快 来 喝药了 别喝下 来 手给我 来 祖母 快 喝口药 好些吗 宁儿 乙宁 陪陪祖母吧 就在祖母身边吧 没那么严重 习惯了 放下吧 公子 你为何要费神去提醒那七姑娘 还被她连里跪了镜堂 您忘了 当初就是她非逼着您给她摘枣子 害您从树上摔下来 把血子的手都拆下来 我给摔坏了 过去的事了 没必要听 既往不就 您这是大度 但是 您还真把她当妹妹啊 罗夫人对我来说 毫无牵挂 与陌生人无异 那我就更不懂了 罗老太爷去世后 我们在罗府 找了这么多年她的话作 却始终没有找到 证词 原本我们漏了一批话 那批话 早就被老夫人送到了别院 给了罗姨宁 公子 您是说 那份证词有可能再给罗姨宁的那些画中 徐妈妈 有老实告诉我 祖母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晦妻姑娘 老夫人的心急是老毛病了 这些年一直靠药养着 自从把姑娘放到别院 老夫人每每想起 心里就自责不已 再加上这些年乔小娘动不动就出幺蛾子 老夫人看了就心烦 心急就越来越重 都怪我之前太不懂事了 老实让祖母费心 齐姑娘 快别这么说 那大夫看了之后怎么说的 大夫说心急只能调理 不能根治 如若不受刺激还好 这一旦受了刺激 伤一次就损害一次 老夫人 老夫人想让您留下来 鼓起 鼓起也是害怕 害怕自己万一哪天 徐妈妈 您快别这么说了 以前是我年纪还小 甚至都是祖母挡在我前面 如今我年纪也大了 是时候替祖母遮风挡雨了 老夫人要是知道 七姑娘的这一片心意 老夫人要是知道 指不定有多心累呢 我这就安排人 把七姑娘别人的东西啊 全都搬回来 那就有劳徐妈妈了 好 好